好 馬上帶來關心 民眾黨力院黨團 今天是召開了記者會 要跟外界來說明 他們在新會期 要如何來監督預算 並且嚴格審查 不過同時外界也非常關注 因為目前他們的黨主席柯文哲 正因為金華城的容積率弊案 遭到積壓境界當中 而今天週刊又有新報導 是指出說 其實柯文哲並非像他所說的 對於這些金流全部都不知情 因為他在今年5月的時候 還曾經要求財務的出納負責人李文娟 要定期來向柯文哲匯報 關於他旗下的木可公司 新故鄉協會 以及他的智庫等等的財務狀況 還有多少錢能夠供他運用 顯示說柯文哲 其實對於這些金流 他就是實質的超盤手 不過對此民眾黨今天是否認 說其實這一切都是報導來杜撰的 我們馬上來聽一下 民眾黨的最新說法 總共想問一下時事的問題 就是近週刊今天又出了多篇的報導 是在說就是柯主席 其實是掌握這個財務金流的 那他其中有提到說 在5月的時候 有對於這個78萬的交際費 就是有一些意見說要暫停這個交際費使用 但據了解好像這個交際費 也算是用在一些正當的用途 那有柯主席當時怎麼說的 那他同時也是被質疑說 那他花了4300萬在買這個商辦的時候沒有考慮到錢 有用這麼多嗎 謝謝 其實我已經講過好幾次了 對於你剛剛所講的那個近週刊 那種根本欠缺市政基礎 不曉得又是哪裡 聽來的消息寫的科幻小說 真的沒有什麼評論的必要 好 而另一方面其實週刊報導也有提到說 柯文哲在選後 其實有透過一個前媒體人來牽線 因為柯文哲要花100萬來投資新媒體 不過在他已經付了100萬之後 隨即就爆發了這個政治現金假賬案的風波 所以這個案子也就就此停擺 不過小早民眾黨這邊是否認這件事情 說的確是有一位前媒體人來牽線 但是這個內容是關於創投的 跟這個媒體完全無關 而民眾黨現在其實就是定調 要針對柯文哲遭到羈押之後 所做的這一連串的媒體報導 通通都要說對方是杜撰的 並且完全不知情 以上就是我們在相場報導的精細狀況